我现在在笑 我现在就哭 你看得出来吗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没有表情的世界里 你也看不出来我在笑 也看不出来我在哭 当然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我的口红都发霉了 发霉了你知道吗 好痛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李定江 你以为戴口罩就可以阻止女人摆口红吗 情况是这样的 买它买它买它 太爽了 现在的烦恼就是新口红还没到 这些怎么办 一个多月没有认认真真地化个唇妆 记忆减退了怎么办 你想过吗 今天 就练练手 给大家整个咬唇嘟嘟唇 机吻唇 微笑唇 曲线唇 狂野唇 通通上线 给大家秀一波 这位仙女 如果你之后赶着出去跟人约会 那这支阿玛尼500号色的唇妖 就再适合不过了 百分百的少女粉系列 这地呢是那种有一丝丝油润 一点点光泽 但是一点都不油腻的款式 好少女啊 你看这个颜色真的好少女 让我来给你串一串 让我来给你串一串 嘟嘟唇呢就很适合这种裸粉色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给它打个高光 选一支颜色相近的或者是透明的唇油 在这个下唇部的位置和上唇的中央 个点一点不要蛮图 嘟嘟唇的重点是什么 碎晶晶 要有看起来十分可爱的感觉 但是最重要的呢还是一个字 愣 小老妹儿 瞧好了呀 感受到这个唇妆的奥义所在了吗 感受到它的力量了吗 就是这么的好看 下一位 如果之后你赶着跟人去接吻 那亲爱的这套3CE的哑光雾面唇用 就再适合不过了 众所周知我是3CE家的铁粉 他们家出的每一支口红我都买了 这一套非常适合接吻 百事不爽百事百丽 用了它 我接过吻的男男女女都一致好评 因为它们不油腻 雾面牙光 质地轻柔 存在感非常微弱 那激吻唇妆是什么 就是化完之后看起来 跟人激烈接吻之后的感觉 让我来给你示范一哈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三岁翼的直直唇釉呢 它这个颜色呢 有一丝丝后妈啦 它是一个嫩番茄色 这是我平时最喜欢的唇妆之一 有点小邋遢的感觉 但是呢看起来又很郁 小可爱 强妆郁姐 要的就是这种随意的感觉 下一位 如果你需要一个曾经流行 现在呢也不耽误美貌的微笑唇唇妆 那这支完美日记的116号色 就帮了你大忙了 太偷心了这个颜色 就是这种带枫叶红的蓝瓜色了啦 它的光泽度呢是有的 也不是那种特别干的款式 所以很适合做微笑唇妆和咬唇妆 首先来试试咬唇妆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的咬唇妆一般都会先给自己打一个底 因为我的唇色有一点深 然后 天哪姐妹们 我不敢相信这是我的嘴 你们是觉得这个好看还是前面两个好看 哇这个真的很有少女感 我不是第一次这样画 我觉得搭配上我今天这个头发 还有我这个耳环真的好少女哦 我的咬唇妆不是里面颜色特别深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像牙龈出血 所以这一支真的很温柔 而且很适合做这种蕴染 各位我竟然有一丝好奇试一下满图的效果 我从来没有用它满图过 怎么说 竟然有一丝复古 我怎么这么好看 不是不是 这支口红怎么这么好看 寂寂寞的女人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正正经经的 涂一次口红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要出去买菜了 是不是瞬间失去了灵魂 其实很多男生在看一个女生有没有化妆 他都是看他今天有没有涂口红 来判定的 对吗 所以今天又是我平平无期李立宇 在家里面瞎折腾自己的一天 所以姐妹们 买口红这件事情不要停下来 不然你会失去很多快乐 OK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或者喜欢我本人的话 请一定要点击一下关注哟 如果可以三连点赞弹幕评论 这好可以转发分享一下 那就更好了 波比